就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我就覺得我真的傻子 我自己都有一點危險還幫助別人 如果是當時我聽到這件事情的話 我一定會大喊一聲 歡迎收聽 福奇蠢聊天 我是關豪 我是麗萍 因為我們剛剛 我們其實是剛睡醒了 對對對 早上五點半 剛才在試音的時候一直 哈嘍哈嘍一直在裝熱情 這感覺很像是在睡覺的時候啊 就是明明還在睡 然後接到一個電話說 你怎麼還在家裡 然後就是 喂 對然後假裝很有精神說 我要出門了 對對對 我沒有還在睡這樣子 你可以旁邊裝一個車身 假裝已經在路上了 真的很忙一張嘴巴要做那麼多事 對口技人員可以 OK好 欸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點半 我們夫妻準時陪你 純聊天 對 幹嘛不找 好 好啦 欸今天我們要聊的事情 是稍微有點沉重的耶 嗯 就是你 你應該會有很難過的時候吧 當然有啊 那 你難過的時候你都幹嘛 呃 其實我現在比較少那種 難過到 就是想要死的那種感覺 很少 很少 唯一就是你不理我的時候 我不理你的時候你會難過的想死喔 就是覺得因為 我很 我很不能忍受就是很親密的人 鼓勵你 對就是 如果是呃職場上面的就是 其實我很少交惡啦 但是如果 我在想像如果在職場上交惡的話 我可能會 心情當然一定會受影響 但是不會到在意到死這樣子 嗯哼 對但是因為你有曾經就是不理不理我過嘛 一兩次 對然後反正我就是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生不如死 喔我真的覺得要控制你好簡單喔 你根本這麼快就把你的弱像全部都 現在我要控制你很簡單啊 就是說 就是你不要做節目了 沒有人做節目 怎樣 欸我也是啊 沒有人要跟你一起錄節目怎麼樣 沒有啦我是 歡迎大家收聽 腹肌吹聊天 我是冠豪 吹聊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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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寂しいな 對 嗯 OK好 那所以就是你非常非常難過的時候 或者是你沒有那麼難過的時候 你的那個 排解情緒的方法是什麼 其實我是 當然就是很簡單嘛 就是聽音樂 看電影 看書 彈鋼琴 哇都好健康好文藝喔 對 嗯哼 對就是 我 不怕無聊 好 我其實我一個人的 如果你 你有一天就是跟 賽車出去 那個旅行 嘿 幾天 你會很高興吧 對啊我完全不怕無聊 對 雖然我很喜歡聊天 聊天很重要 對 但是 如果不聊天的話 那我也可以跟自己聊啊 喔 然後跟 音樂聊天啊 哇塞 對啊 其實你不用結婚欸 就是單身也很不錯啊 對啊我最近在一個 我們剛變成單身 就是 剛離婚的一個學妹的臉書 他就說單身真好這樣子 真的 然後我就回 新鮮不已 然後我就說 誰說什麼單身狗 單身超爽的好不好 如果是狗也超 那裡超爽的一隻狗 對啊 在草原上奔馳 然後很多人就回說 欸你看麗萍在你後面 他很火 不會 我也這麼覺得 我也覺得還蠻不錯的 可是我 你剛才講到那個很難過 的那種時刻啊 其實 我比較是 覺得在學生時期 喔 對因為其實學生時期 自己 對自己很沒有自信 對 喔 我真的那時候 就是很 非常非常容易就很難過欸 你知道我有曾經 有一個情形是怎麼樣 就是 呃 因為以前很喜歡寫那個 類似那種 請人家寫個人檔案 那種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就是很流行那種 有啊就是以前 走在學校裡面的時候 曾經有男生 就是把我攔下來說 請你給我個人檔案 哈哈哈哈 性騷擾了 他幹嘛給你啊 那時候還沒有個資的概念 喜歡的顏色 對 愛物 愛之人 愛之人 恨之物 對 還有恨 恨之味 味道也要講 然後呢 你說那個 然後我以前很喜歡寫那個嘛 但是反正就是曾經有一個人就寫 就是一個女生 她 就是我也沒有喜歡她 但是反正就是曾經坐在她旁邊過 這樣子 反正後來她寫的時候 她就寫說 就是一句真言還是怎樣 她就寫說 認識你很隨 我很倒楣 我就哭了耶 你就哭了 她有這麼重要啊 因為我很 那時候我可能很難去處理人際的那種 但是也許她 我後來只是想想看 她可能也只是開玩笑 嗯哼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很殘忌 就覺得世界上有一個人討厭我 覺得怎麼辦 但 那你沒想想周明軒她怎麼活下去 對 我 我那時候來國中啦 對 反正有國中有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然後 但是我沒有 但你沒有處理嗎 我哭 你哭完之後你也沒有說你為什麼討厭我 沒有 然後我跟妳講很好笑 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國二我跟他同班嘛 欸 國一國二我跟他同班 然後後來國三我們就拆班 嗯 然後到了高 高一是一個班 然後高二高三又是另外一個班 反正就是我們會一直拆班 嗯哼 然後到了高二高三的那個班 我又跟那個女的同班 嘿 然後 在畢業前啊 我就跟他 講說 欸你曾經有寫過這個話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很難過 嘿 然後他就說 有這件事喔 你看 我完全不知道欸 你看 他完全忘記 你看 連小時候做的事情就是 早就忘了好不好 他可能只是隨便寫寫 因為我覺得國中的時候 那個女生都會覺得說 臭男生那種 嘿嘿 他會有那種心情 可是 你完全的把他放在心裡 對 然後我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國一國二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次做我後面的那個女生啊 他的喜怒非常的無常 他有時候是 非常非常好 就是講話很正常 但有時候他會用 怒目相似來形容 我 我可以用怒目相似來形容 他會 對我非常非常的兇 然後呢 走到我旁邊的時候 會腳步這樣子 很大力這樣子 喜歡你吧 我不知道 反正 但是 因為那個女的實在太特別了 嗯 他 他這樣實在是 太讓我措手不及了 所以我 我反而不難過 反正覺得好奇怪這樣 哼哼 對 這是一種表白法吧 但是在那種本質上面 留下那種永恆的傷痛的紀錄 哦 我覺得我無法承受 然後還有啊就是 因為以前的世界很小就是朋友嘛 然後還有父母 然後那以前父母 就是也曾經就是有那種誤會我 然後我就 就是很難過 你說父母誤會你 對就是 就是以前父母就是也曾經誤會我啊 然後我就覺得也是很難過 然後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我會有一種念頭 不知道妳有沒有這種經驗 嘿 就是以前小時候很會很幼稚啊 然後會有一種念頭就是 就是在哭啊或者什麼的時候就會想像 自己 死了 然後 大家來參加我的喪禮 然後跟我 我懺悔 哦 會會會會會 就是以前想說比較自我中心嘛 就是會覺得說 就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怎麼不那麼重要的話 那我就不見了 就是我死掉的話 你們應該會覺得很後悔吧 這樣子 對 好 然後我覺得那種感覺其實 怎麼說就是 我很久很久沒有這樣念頭了 嘿 因為我現在覺得活著很開心 對 就是活著 很很自在 嘿 我很喜歡現在的生活 嗯哼 對 可是 嗯 我在看到譬如說最近那個台大 等一下 你都沒有關心過我 我難過的時候會發生 我難過的時候會怎麼樣 你都沒有問我 不是我跟你講 因為你下半場等一下會有很長的 不是我們要先來聊一聊啊 好那你先來聊 嗯 我難過的時候 好 第一個是 你現在你喜歡你的生活嗎 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們現在變成生命共同體了 是因為我的關係 你開心 對對對 謝謝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來 導播請下王菲的歌 好就是 我難過的時候啊 就是 當然你剛剛說那些 呃就是算是類似 呃生活消遣的事情 我都會做啦 看書啊 看電影啊 或是好好的虧場啊 或是睡覺 這樣子 就是可以 讓自己心情好一點 那我覺得 你剛剛小講了一個 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你剛剛說聊天嘛 我覺得找個人聊聊 真的蠻重要的 對啊 有時候不一定是要真的是聊 聊出什麼結論 可是 有個人聽你說一說 也是一個很 很好的幫助 這樣子 對對對 對那 即使如此 就是大家好像覺得說 我在節目裡面就是 好像 查科打魂 對啊 大笑 狂笑 爆笑 其實我是一個很陰暗的人 哈哈 大家一定聽不出來吧 對 我很灰暗的 對 就是我也曾經有蠻多次的喔 就是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是怎麼樣的情況 就是我之前有在幾集節目裡面有提過 就是我的 就是傷痛來源是來自原生家庭 嗯 然後有一些事情我是怎麼樣都處理不好 就是我想要跟我原生家庭的人就好好的相處 可是總是努力為國 這樣子 嗯 然後我就會 有時候真的會沮喪到就是 那一定要有人先死 不然的話這件事情不會解決 我真的好幾次這種感覺這樣子 嗯 然後也曾經有在我們家的陽台啊 我們家住十四樓 嗯 就是我沒有跳 我也沒有爬上去 但是我就是一直 縮在那個陽台 就是想說我怎麼辦 這樣 我覺得這種時候如果這一個念頭的 就是好像 就是後來有一個念頭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就是跟從